這邊有叔叔和大媽在歌在舞 那邊有短裙歌女獻唱 似曾相識的情景相隔多月 再次在屯門公園出現 不少人坐在花槽邊看show 甚至上前打賞 我們在現場量度聲浪錄得近85分貝 即使在場外亦高達72分貝 而80分貝已經相當於大型貨車在身邊拆過的聲浪 見有保安員在院處巡邏觀察 但未見有進一步行動 區議員陳文偉直指屯門問題已經覆水難收 即使曾經檢控歌舞團亦無礙大媽吻食 甚至收過街坊不少投訴 除了屯門之外 中環、旺角和尖沙咀亦都有類似問題 立法會議員柯創盛說 康民署隻眼開隻眼閉 態度好像一塊鐵板 除了應該加派人員巡查 亦要貫徹執法 康民署說今年頭11個月 接獲951宗有關屯門公園的投訴 而尖沙咀文化中心則有13宗 已經聘用保安員協助管理秩序和勸喻 在拿到實質證據和場地使用者願意作供的情況下 按條例檢控違規人士 東網記者 曾沙咀文報導